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坎大三 在现在社会状况啊 我们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 有好的,有坏的,有俊的,有丑的 有善良的,就有邪恶的 有一气云天的,什么 一波云天的,就有小肚鸡肠的 但是不管那种人我们都会遇到 各式各样吧 但是呢,有三种人 老宋觉得 一旦遇着 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小心咯 不然,你会吃亏的 那朋友说,哪三种人呢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 第一种人就是什么 很久不联系了 说的不好听了,八辈子都不朝面的人了 不管以前是什么关系 以前可能是同学,以前可能是战友 也可能是同事 甚至有可能是亲属 不管是哪种关系吧 但是好久不联系了,好多年不联系了 忽然有这么一天 没,他来找人来了 而且特别亲近 当然偶尔他出差路过,这倒无所谓了 就说,他忽然从那天开始开始吗 和你交往频繁了 你能感到已经多长时间不来往的人 忽然就是往你身边在靠 离你特别近 和你接触特别频繁 你一开始不觉得,后来想起原来的感情 原来的年少时光 想起咱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光 你感觉,好朋友 从心里面捡起了那份友谊 但是,这个时候 你要提高警惕了 你要小心了 你的脑海里要绷住一根弦了 为什么 你要想 他怎么就忽然来到了你的身边 这么多年不怎么联系了 这么多年的疏远 难道就是他忽然想起了和你曾经的友谊吗 不能吧 那说明什么 一定有事吗 对吧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他要求你办事 不管是求你办什么事也好 包括借钱也好 不管他想求你干什么 一定是有这种想法 我准备求你干什么 我提前先把这个打好 记出来 因为你这么多年不接触了 我忽然找你借钱 我忽然找你干什么 你能同意吗 你肯定不同意 那他 所以先把感情把加深了 他就开始反复的和你接触 把你当时的记忆勾起来 然后再求你办事 你可能就答应他了 所以你要知道 他百分之八十有求云 那还有朋友说呢 那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还有百分之二十 就说我为什么说百分之八十有求云 因为我认为这种情况他不算坏 还有百分之二十 这个就可能就算坏了 朋友们没关什么意思 是吧 可能就是他已经做好了一个局 挖好了一个坑 就等着你来跳 就想把你追到坑里来呢 这种人抱的目的是什么 坑里来的 明白吗 第一种那边抓是什么 他只是想求你办点事 他不管是借钱也好求你也好 他的目的虽然不存 但是呢 他就是 还也没多坏 知道 就是想求你嘛 但是第二种人 那就是根本就不记住你们的 你们从前的有意思是吧 就是为了他做这个坑用的 做这个取用的 就是想把你拽进来坑死你 如果你碰到的是第二种人 如果你才不小心 那么不好意思 你这个亏可能就会刺塌了 知道吧 所以当你碰到这样的人 好久好久都不那么联系 好久好久都不那么接触 忽然开始对你殷勤有加 和你重新友谊加深那种接触频繁 注意一点 提高警惕 好不好朋友们 来 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啊 不管什么关系 朋友也好啊 亲情也好啊 什么 发小也好 不管多俗的关系 如果这个人说 带你投资挣钱吧 你要小心了 把他说 来 你投点钱我带你挣钱吧 看我 这一个月一年 我这赚多少几百万 怎么多钱 你跟我来 你你你也投点咱们合伙 我这边还缺点资金 你投你的一百万 我保你一年赚 翻番 翻三番 是吧 每当这个时候 你要小心了 真的 我告诉你 天上没有刁难的现实 无论多亲近的人 他凭什么要带你这么挣钱呢 他如果真有这个实力 真就是可怜你 拉你一把 我告诉你他不用你投资 都 你跟着我干嘛 我给你多开点 做完事 这叫帮你一把 你投点钱吧 他那么挣钱 他还拆不你投这点钱吗 有点朋友说了 那不多投多挣吗 他有的是办法多投点 差你这点吗 而且还是让你挣钱 他 你想象一下啊 他这种钱 他自己挣的不香吗 他自己挣完给你点好不好 怎么就把你拉进来 这种时候你要警惕了 你投资这个钱 能不能回来 再先不说 赚不赚钱再先不说 你的本金能不能回来 都值得适量了 而且不管他拉你做的是什么投资 你就告诉你 你就想象一下啊 所有的投资技术 都是有风险的 那你能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你千万不要太相信别人 如果你自己不懂 你都不了解 你就把希望全集中在别人身上 你的结果一定是很惨很惨的 记住任何时候 只能相信自己 不管这个人是多亲近的人 只要他说带你投资赚钱 小心吧 谨慎吧 我只能跟你这么说 我不能告诉你他一定是坏人啊 我不能这么说 你这么说有点太绝对了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小心谨慎 自己想好了再去做 不要轻易的就去相信 就是因为他是我多好多好的人 你看他是我什么好亲属 多少年的朋友 什么发小 他不会骗我的 他不会骗我的 你记住 骗着刀骗的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认为他不会骗你的 因为骗着 你说骗一个人 他认为这个人会骗我的 他还能骗到人吗 大家都认为他不会骗我的 你才会被骗 懂我的意思吗 好了 这是第二种人 那第三种人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 传消息那种 就是这种 总是各种各种事情 传谣言的也好 怎么样也好啊 就说别人的人 这种人是什么呢 你看他跟你一说话 都是小瞧的 过来的 我跟你讲啊 那谁啊那天可说你啊 他说你什么 这个那个的 这样 你这种时候 你要是 啊 他说我 我去啊 他长的那个 我找他这 你说我什么 那边怎么 我说你什么了 我说你 俩人呗 干减了去 你知道传话在这干什么 太好玩了 就这样 你说这样可恶不 他为什么传 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出来 他说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百分之九十几万 他跟他一起再说了 对 他就是那样人啊 他俩说了 这两个人 那个人是不是挺超乱的人 是 但是我跟你讲 传给你这个话的人 他好不到哪去 他比那个人甚至更超乱 他说的时候 他说的可能比谁点来劲 然后他来告诉你 他告诉你什么 他就是 坏 他希望看到你们冲突 希望看到你们发生这种事情 他 挺高兴 说不好听的 对他有利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些人说 对他有利吗 他可能有利 他大概会这么做 对他没利呢 哼 属人不利你白开心呗 看热了 哈哈 挺好 这种的第一个表现是这样 第二个表现是怎么样 哎呀我跟你讲哦 看到了谁 他怎么怎么地 我跟你讲 他就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我跟你讲 他家什么什么情况 我跟你讲 他媳妇怎么怎么地了 哎 跟你小声替悟 这种时候你也要注意 你要怎么 你可千万别跟他说 哎是吗 哎呦我跟你讲 我也觉得他是这样的 我看他媳妇那样也不是什么好人的 你跟他聊到一起了 行 你跟他前点他们聊了 后点他就容易告别人 哎我跟你讲 那谁说你了啊 说你这媳妇可不是好人 本来是他起的头 你飞点的什么了 啊 结果最后 完了是你 啊你觉得说 他先说的 人家告状去了 哈哈 懂吗 就像头一个 告你状来的 一个道理 就这样的人都会这样 还好吧 什么 哎呀我跟你讲 我告你个秘密啊 我告你谁有个秘密啊 我告你个秘密啊 我告你个事 哎呦我 闭个名说了 这个事我搞笑了 最好的办法是控制出自己的好奇心 不去听 如果你真的真的没忍住 听了 奉劝你 无论咬紧多大的牙关 都把他咽肚子里去 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说了 真的 因为这种事情 号称这种秘密 这种小道消息 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都是对人有损伤的 一旦从你嘴里传出去 最后他不承认 可能是 最后所有的责外 都从你嘴里传出去的时候 得罪人是小 真的 犯了一些大事情 那真的 反正小心解身吧 但最好的办法就是 对这种事情 没有好奇心 最好的不关注 但是很难 现在人的好奇心都太重 反正很难 那尽量做到吧 就这样 就说 最起码你做不到 说我做不到不能不听 但你也千万别做到 除去 他跟你转身说完 你传出去 我跟你讲 怎么怎么样 因为你要是这样的人 那你就是 我现在所说的这种人 对不对 好了 这种人 你要怎么样 远离他 为什么 他今天跟你说别人 明天就会跟别人说你 这是一个道理 这种人是忍不住的 不可能不说你 管说别人 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像我以前说过的似的 他个人就这个习惯 他逮谁说谁 他和你好也会说你 和你坏也会说你 就是 永远 只要你是背对着他 他就会说你 所以这种人 你还能跟他亲近吗 明白了 所以说以上三种人 还是离他越远越好 一发现这个苗头 就一定要 而且 记住啊 很可能说 因为某种原因 你离他不能太远了 还是要跟他接触 这种时候 时刻保证 保持你的清醒头脑 警惕 警惕 再警惕 所以 罪他 就是防着一点 如果拉紧这根铅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对吧 好了 拜拜朋友们 欢迎信我 小朋友们喜欢老松视频 小朋友关注我 拜拜